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到底是在演什么吧 这个礼拜看了两部电影是两部完全不一样掉调的电影 一部是这一部 另一部则是灯月先锋 灯月先锋是相当有内涵的好片 而这部则是比较热闹的现代潜艰战争片 所以在经过几方考虑之后 还是决定先来介绍这部潜舰猎刃令 这部电影是以美国猎杀手级潜舰坦帕湾号 在俄国巴伦兹海域执行任务 跟踪一艘俄国阿库拉级潜舰来作为开始 而虽然坦帕湾号一直是以为没有被俄国发现 但事发突然在不久之后 看到被跟踪的俄国潜舰先是发生了爆炸 然后随之而来的坦帕湾号也是遭到攻击 被鱼雷给集成了 而一开场次线 当然马上引起美国方面的解决 这里看到了防复俗指饰演的约翰·费斯克 一个负责相关事务的海军少将 立即马上便启动了相关的因应措施 费斯克向盖罗诺德曼饰演的查尔斯·丹纳 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报告了相关刑事之后 也立即调派的另一艘前舰要过去调查实际状况 而就在这里男主角杰瑞德·巴特勒饰演的乔·格拉斯 原本上一幕还在苏格兰打猎的 下一幕就透过费斯克的安排是凌为寿命 是直接空降到阿肯舍号来当另一艘猎杀手及前舰的舰长 并由苏格兰出发前往事发的巴伦之海域 要率领一批海军弟兄成为一个出色的好舰长 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尤其在这里格拉斯是个外来空降的新舰长 也就是他自己说的 他不是海军体系出身 而是从前舰的机程开始 经营了不同的阶层 直入才慢慢做起来的 所以在登监后的第一天广播 格拉斯就直接告诉全体人员 他将会是一个不一样的舰长 而剧情也透过各种小细节 言行、单处事与行为模式 像是在打猎时看到公路身旁 还有母路与小路 格拉斯会选择放过猎物之类的 大家也可以慢慢从其中 看出了他一些不同之处 在这部地里面主要的事发地点 包括了在俄国的鲍恩兹海域 科拉半岛一带 阿肯圣号在鲍恩兹海域发现了坦帕万号被炸成的残骸与官兵漂浮的尸体 接着也在调查过程中 在这片海域是遭到另一艘埋伏在槟城附近的俄国潜舰的攻击 然后格拉斯是下令反击 并在这里击回了吸吸他们的这艘俄国潜舰 另一方面 透过林达卡德林尼饰演的曾诺奎斯特 一个国安局高级分析师的消息来源 菲斯克也知道俄国军方正在玻利亚尔内一带集结 而玻利亚尔内是在科拉半岛的西北边 摩尔曼斯克辖湾的西岸 是源自苏联时期的一个军事船长 是一个特别的保密行政区 在另一本超有名猎杀红色11月小说里 也有提到过这个地方 电影剧情里面大概分成了三条路线在进行 除了前面看到在美国本土 华盛顿幕僚在遥控 格拉斯率领阿肯社号前舰之外 还有一条是发生在玻利亚尔内的基地 由于诺奎斯特觉得玻利亚尔内一带是不寻常 所以拜托了菲斯克派遣一支小队前往监控 因此脱比斯蒂芬斯饰演的比尔比曼 带领了包括他总共四个人的小队 是偷偷来到了玻利亚尔内的军事基地附近 利用了各种先进的仪器负责来监视玻利亚尔内基地所发生的事情 而综合小队与阿肯社号发现了情知 美国方面这才发现了其中里面重大的阴谋 透过整个监视玻利亚尔内基地的行动 美国高层马上知道了俄国军事政变的情知 俄国总统萨卡林被国务部长杜诺夫软禁 而杜诺夫则是假借了俄国总统的名义 策划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并准备要来挑起与欧美之间的战争 而在向美国总统做汇报时 菲斯克并提出了要来拯救俄国总统的计划 并希望透过解救萨卡林 让俄国总统可以出面来化解这一次的危机 另外在美国高层会议里面 也是这次电影蛮特别的一点 虽然现实美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出现过女总统 但这里确实由卡罗林古达尔来饰演的美国总统 算是帮一些美国人民完成的一个小小心愿吧 由于整个情势的转变 原本是在负责监视的B-Mai与他的小队 现在变成要来执行杀进去基地 并救出俄罗斯总统的一个赶死队任务 而一小队最近的阿肯斯奥也是受命要来负责接应 救出俄国总统并要来保护他的安全 另外在前面调查坦帕万号的事故时 阿肯斯奥另外在开场时发生爆炸的俄国潜线上 是救出了几名幸运生还的俄国人 其中一位就是俄国潜线的安德·洛波夫舰长 而这些也称了后面剧情发展的重要关键 格拉斯在这就表现了他的胸心与大气 并也利用了这样的机会 即使被质疑有违背军方规定有泄漏机密的可能 格拉斯还是邀请安德·洛波夫一起合作 要来通过摩尔曼斯克尔小湾 百贡高层在卧权局势调度船舰 军队的同时特种部队也正在想办法杀进杀出俄国基地 看到毕卖他的小队光凭三四个人再加上一个俄国总统的保镖的协助 就这样爬墙偷袭进去要来拯救俄国总统 后来一连串神奇行动的过程是为整部电影天真的不少精彩夸张的枪战桥段 另一方面在阿肯社号上两个舰长是英雄会掩饰英雄 安德·洛波夫后来认同了格拉斯有共同的目标 想办法通过危险的摩尔曼斯克尔小湾 一起要去抢救俄国总统出来 而这边也是展现了一系列金钱万分的闯关经过 看到肯社号庞大舰体舰要插身通过峭壁越区 然后又贴地到海底并急转弯等等的 也是替他们捏了把冷汗似乎是不可思议 本片导演是唐纳文马许 是改编至唐凯斯与乔治华莱士共同创作 2012年的小说Firing Point 是呈现了一部军营锦授处处处有爆点 综合了谍爆 枪战强救 潜水艇船舰舰对峙 动用到鱼雷轰炸追杀 甚至是飞弹满天飞的壮观现代 战争片 而这部电影的主角是杰瑞德·巴特勒 里面花了不少篇幅在塑造格拉斯 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与弟兄站在一起 行动果决但又借其用忍 是相当大气难得的一个舰长 不过对于里面美国英雄主义观点 拯救世界的剧情 其实还是比较老套了一点 而到底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能不能顺利救出俄罗斯的总统呢 下一段预告之后将来介绍最后的结局 如果还没有看过电影 或想保留点神秘感人 建议可以看到这里就好咯 在两集的全面攻占 安全保护了美国总统 在西山战里面 拯救世界也是拯救了美国总统 而这次杰瑞德·巴特勒 则是扩大服务范围 换成要来保护俄国的总统 电影的剧情也都是那么刚刚好的 是利用了许多惊险的最后一秒 虽然逼犯小队牺牲了两名队员 但还是有惊险的把俄国总统送到阿肯社号上面 不过其实俄国总统被安全送到阿肯社号 杜洛夫还是不散罢甘休 是继续派俄国的船舰要来轰炸阿肯社号 这件是一连串惊险的飞弹与人追杀过程 后来是透过安德洛波夫的通话 总算由松动了俄国船舰的态度 并再加上俄国总统的发声 俄国船舰是自己发射了飞弹 摧毁了玻璃牙尔内的基地 才总算是结束了这一场政变行动 总结起来 这是一部精彩前见题材的战争电影 虽然免不了人是以美国英雄主义思想为主 但至少是比较不一样的 有成就了美俄合作 里面英雄新英雄的情节 也是开创了不同的局势 而军事中两军对峙 陆海空各种军备竞赛 分秒必争惊险险各种过程 会让观众大呼过瘾 是这部电影中最棒的部分 最后则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美俄靠着双方合作是化解了一次危机 毕曼苏尼迪就为了他年轻的菜鸟队员 格拉斯也是赢得各界掌声的评价 真的是可喜可恶 可喜可恶 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部电影呢 也欢迎一起来留言讨论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